四柱地无名柱地习气断后一切过断 这个告诉你 佛陀他的伟大全部断尽 种子习气通通断尽 如来以字幕无名的四柱地无名也断尽 还有根本无名柱地 包括习气种子通通断尽 一切过断 你看这个成佛有多难 种子跟习气通通断尽 习惯如来以四柱地无名之末无名 及无名柱地根本无名之习气 是一断顾一切过恶及恶果报 皆是断尿 全论此为答 此为答第八问 为何如来仍有恶业果报 以及种种恶业障现 佛陀说 因如来以断尽 无柱地无名习气 故一切过恶都以断尽 自立业因 其仍有恶果呢 如今如来之所以 献诸恶报者 皆为调伏无信的众生 令知有罪 服因果 定业难讨 即使是如来的佛 即使是佛 即使是如来 也不能免因果 也不能免因果 所以告诉大家 一定千万要对自己的因果负责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种行为极致 这句话该不该说 这个行为极致该不该做 这个就是真正的佛弟子 实时会警惕自己 好的事不用考虑 要去做 坏的事情一点都不能去碰 即使是在佛 也不能免因果 何况凡义之人 怎能不不畏 不畏而必恶欺善 故之如来之十字 本的一切过及恶业报者 只是佛之化身方便前置 事先恶业 以警 这个警 就跟警察的警察一样的 以警告 凡义 不照做恶业 你只要照做恶业 因果就一定逃不了 免于白受苦果如是而已 白受苦果如是而已 正如上一节经文中 佛说 一切化佛不从业身 也就是表示此意 有的人告诉我说 那既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么极的世界 那我们去也是相 我说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 究竟义的法 是没有来弃生命 增减的 但是我告诉你 他的意思就是 那我们在娑婆世界也是相 那么极的世界也是相 我说那个相不一样 极的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本厌力 所造作出来 简单讲 那个是类似世事外法界的 好 我现在告诉你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你一定要注意这一节的举例 好 比如说 我今天我在这个地方住下来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好 旁边 放的音乐 放的很大声吵杂 旁边 那个烟 烟雾弥漫 在煮饭的时候 烟雾弥漫 也吵杂 然后臭水溝 从你家流过去 你臭汇不堪 化粪池也 水也不会通 这次假设说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我现在 带你到纽西兰 想一下 纽西兰有一户人家 他是爷爷留下来的 那个是国家的公园 可是爷爷留下来 那么纽西兰的政府 特别允许在 他那个岛上 国家的公园 特别建立唯一的木屋 唯一的木屋 那个飞机飞过去的时候 那个岛屿底下 湛南的海 那个绿地一块一块的岛屿 因为只有他一家 一户人家 到那个地方 飞机飞下来 停下来的时候 要不然就用船 哎呀 那个地方 非常的 全部都绿的 湛南的海 完全没有污染 我们就举这个例子 你今天 如果你住在台湾 没错 凡事后要想结束希望 如果乌烟瘴气 要臭灰不堪 凡事后要想结束希望啊 主委 那你要坐在这个 凡事后要想结束希望的这个点 还是要到纽西人那个地方呢 那个岩石森林呢 因为纽西人政府也允许他 我在影片看到 哇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 像人间极乐世界一样的 不晓得 那那里面有开民宿 我真想去住一晚 四周一通通没有人 那个清静 湛南的大海 空气 一望无际 南天白眼 哇 可惜 纽西人没有法 没有正法 纽西人没有舍 纽西人没有舍 我最怕舍 我又属舍 自己怕自己 自己怕自己 好 那我现在问你咯 凡事后像这些希望 你的夜报要像住在这里 还是要去住你 住女性的那个地方 当然要去住女性的那个地方 极乐世界跟索博世界 就是这样子的咯 极乐世界现在还有阿弥陀佛在说法 金现在说法 索博世界 有人在说法吗 对不对 当然还有其他的高僧大的 我们这么平凡的 一个法师 极乐世界人家阿弥陀佛 金现在说法 你怎么不去 所以说 虽然凡事后像这些希望 可是人家的时报庄严啊 我们这里是污秽的业力啊 这就是诸位啊 不可以死在那个理上的观念呢 你知道吗 不可以死在这个理上的观念 那个环境要不要去 当然要去啊 怎么不去 对不对 哦 师父你开始的真的听起来 真的是 理事远隆 对对对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子 不要讲 凡事我去 凡事我像 皆是希望 你看看那么好的环境 转换一下 正义又把完全不一样 了解这个比喻啊 事项是很重要的 1163呢 二十四尊一冲仙此意 二十句远 三圣亦非圣呢 如来不磨灭 一切佛所记 说离诸过恶 为诸无见智 即无余捏盘 又进诸下列 事故隐父说 诸佛所起智 其分别说道 诸圣非为圣 彼则非捏盘 十四尊亦重宣此意 而说巨远 三圣亦非圣 意思就是 如来所正的这个本著法 法体当中 实在并没有所谓三圣 注意你只要看到三 或者是一 都是建立在次第的 记住这句话 就是不究竟的意思 你看到一二三四的 通通不究竟了 三圣当然不究竟了 三圣当然就是有次第 叫做一二三嘛 所以三圣亦非圣 意思就是说 如来所正的这个本著法当中 根本就无所谓的三圣可立 如来的法身是不磨灭的 换句话说 你今天种的善根 福德应验 是功不堂圈的 为什么说 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简单讲 你上辈子 没有大善根 大福原 你大善根 你不可能这辈子 你坐在台下 听善根 人节 那根本不可能 简单讲 你上辈子种的善根 今这辈子功不堂圈 我们继续储存 善根福德因缘 所以如来的法身 他是不会磨灭的 修无量的善根 福德应验神通 妙用 累积起来的 那是法身 一切佛所授记三圣的行人 说 离诸过二 这些三圣的行人 都已经离开世间的烦恼障 都过二 就是已经破烦恼障了 为主无间之 我之所以 如是说 是为了 令三圣人 继续进修 无间的十字 这个字 就是最上的佛字了 还有 让这个三圣人 进去无垠的涅槃 所以又进了 三圣下来的行人 说 可以授记 可以成佛 事故隐父说 二圣 可以授记 可以成佛 这个是一种全字 一时的全巧方便 至于诸佛 所起的这种十字 就是广分别演说 演说 如来 所起的这个十字 那是智政 自己政物的智节 圣智者 以及中间 诸圣 十亿非为圣 诸圣十亿非为圣 比如来 也没有所谓的 入捏盘 无所谓的入捏盘 诸圣非为圣 与其中间的诸圣实在并没有所谓的圣 绝绝一心 绝绝真如 简单讲 说了佛法 回归一真法界 就是绝对真如的意思 那么一真法界 四五外法界 就是我们将来 有阴言讲的 那么 华言之后 归纳几个重点 就是应该国海 果侧阴言 用不生不灭的阴 应该国海 这个就是 果侧阴言 阴不离果 果不离阴 应该国海 果侧阴言 那四法界 这个礼物外法界 四五外法界 礼四五外法界 四四外法界 那么一真法界 一七一切 一七七一 那么这个是华言经的思想 根本的思想 就把它贯穿一下 说儿时 世尊义 从先此义 而出巨远 那么三圣亦非圣 就是如来所正的本著法中 实在无所谓的三圣可立 所以三圣亦非圣 也不可以利有三圣 如来的法圣 是不抹灭的 你所修行的点滴功夫 都会功不堂奸 一切 佛所受寄的三圣的行人 所受寄的三圣行人 怎么样 是说 已经离诸世间的烦恼障 都过饿 我之所以 如此说 受寄三圣的行人 是为诸尽修无尽的实质 我受寄三圣人 二圣人可以成佛 也是让他 尽其无上的 无以捏盘 又尽诸三圣的 这些下列的行人 事故隐父说 我隐藏的真实 说二圣人可以成佛 这其实是一时全巧 方便的 至于诸佛所起的实质 即广分别眼说 至真之道 也就是至绝圣之之道 与其中间 诸圣 其实也非圣 佛陀所说的法 都让你要究竟成佛 必如来 则也没有所谓入涅槃 因为不出不入 不来不及 不争不减 叫做涅槃 主是三圣亦非圣 佛为由如来所正 至本著法体当中 本无三圣可说 因此三圣皆非圣 如来不磨灭 为如来法身 永不消损 断灭 磨灭 就是涅槃 断灭之意 事故 亲手大会 占佛记 这么说 无有佛涅槃 无有 无有涅槃佛 无有佛涅槃 没有所谓的涅槃中的佛 也没有所谓一尊佛 而入涅槃 所以第二个 无有佛 补一个入 那就看得懂了 无有涅槃中之佛 没有一个正在涅槃中的佛 亦无有佛入涅槃 这样你就比较看得了解 就是此意 今如来此祭 这可说是以经手之大会 占佛记 所谓呼应 互相归应 也是印证之意 而此乃 本经最重要的主旨之一 一切诸佛如来之法 皆从此而出 乃至三圣一圣 一切渡门无量行门 皆以此为归去 那你就知道能切经有多么的重要 那么合一顾那些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 可能大家有个人的职责 一直都没有把这本经典 能切经这么重要的经典 是达姆大师从天主带来 东渡带来汉地 一个最重要的一本经典 达姆大师交代恶主说 你把能切经这本红传开来 能令汉地 无量无辩的众生 开悟见性得度 但是很可惜 这本经典 中间停止了四百年 没有看到这本经典 没有看到这本经典 后来才看到苏东坡 佛印禅师叫他抄的 那后来就是 消失了四百年以后 那又浮现这这个人间 但是呢 因为有很多的注解 都是很简单的注解 那么能切经有 差不多十三种到二十种注解 一切佛所记 所离足过恶 为一切佛所受记之三圣行人 皆以离世间之烦恼障之过恶 然身闻人 则知烦恼障断 而知障未断 故不如菩萨摩赫萨 之一二障断尽 究竟清净 这本经典 已经 诸位应该说 两千五百年来 两千五百年来 没有一个 从第一个字讲到最后一个字 没有 那么我们今天 变成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大家很有福报 也懂得珍惜 以贯 一如来所政治本著法体之中 十无三圣可立 或者是三圣亦非圣 也无涅槃法可得 所以如来 永不磨灭 常住不动 一切佛所授记之三圣行人 我所皆以离世间 诸烦恼障之过恶 我之所以如此说则 为令诸二圣人得进修 无尽至 及近期 无以涅槃 并为诱尽 诸三圣行人中 之根至底下 低下 怯弱 怯烈者 就是心智比较怯烈的 事故如来 引父既说 恶圣成佛 故之慈 为如来 前之方便失色 至若诸佛所起实质 则广分别演说 自正之之皆 圣之之道 于其中 则诸圣 死也非为圣 且彼如来 则亦非有涅槃 亦色有极见 所时是诸地 亦是之所起 是载亦所著 亦及眼是灯 断面所无常 或作捏盘剑 而无为所常住 欲 欲剑 欲遁点 色遁点 有遁点 这是指三界的诗获 欲色 欲遁点 色遁点 有遁点 这是指三界的诗获 以及剑 就是剑获 剑一处 注定 这是剑获 所时是诸地 那么 意识之所起 这第六意识 这所起的一种妄想分别 接下来 是载 意所注 是载是指第八意识 是载是指第八意识 意就是指第七意识 所注 就是第八意识 为第七意识 所兼劳 执着 注就是第七意识 坚持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 就是把第八意识 本无能所的 把它切开 变成有我 还有我所 所以 我法 扰持的最大关键 就是第七意识 所以第七意识 坚持 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 三界的见分 这个众生 长期生死的轮转 也从来不赞赏 简单讲 无量意识来 第七意识 执着第八意识的自我 他从来没有修学过 叫做 是载意所注 这第八意识 为 第八意识 叫做是载 因为是一切事的根本 那么为第七意识 所坚持 所执着 1165 意及 掩饰等 凡夫 见到第七意识的意 以及 严等 七事 都是撒那 断面 这个时候 就说一切法无常 这是凡夫之见 一级 严是 断面 说无常 意思就是 凡夫 看到第七事 以及 严等 严而彼舌生意 还有意识 都撒那 看到这个撒那 无常 他就说 万法都是断面 断面 说一切法无常 早已断见 接下来是早已常见 或做涅槃见 而为说常住 这个涅槃见 就是常住见 就是常见的意思 这涅槃跟 我讲的那个涅槃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佛陀的涅槃 是不生不灭 真如的境界 这个涅槃见 就是常见的意思 或者涅槃见 意思就是 或者是有见到第八意识 相续流转的 生生灭灭 生生灭灭 只见生不见面 不知道 其中啊 有维系的生灭 而做一切法 是常住 就是见到相续的点 认为 一切法都是常 或者一切法 做常住的见 就是涅槃见 涅槃见 就是常见外道的意思 而为说常住 成为说一切法 常住不变 这个常住 就是常见的意思 那这个不是十方 那么十方常住一切 佛那个常住 不是这个意思 常住见 常住不变 就是常见的意思 把它贯穿一下 预设有 这三界的师父 以及见 这一切 见一处住地 这个是说 四住地无名 那么接下来 第六意思 这所忘记的分别 这是第六意思 所忘记的分别 这四住地无名 乃是由第六意思 的妄想分别 所起的 而由第七意思 传颂 反过来 熏第八意思 那么第八意思 叫做四载 那么一所住 这要念的话 更清楚 四载 停一下 一所住 这样意思就是 第八意思 然后一所住 第七意思 死之不放 接下来 凡夫在前七世 义以及严等七世 都见到撒那 把无常 所以之为断灭剑 所以就是断灭 说无常 无常就是断灭剑 断灭就是说无常 这是无常的外道 就是断剑的外道 那么另外一种 那么是常见的外道 或者见第八意思 相续留住 不知道 这里面还是维系生命 而做一切法常住 或做涅槃剑 或做一切法 常见 而成为说永远 常住存在不变 这个是常住 常住见 就是常见 这跟佛讲的 这个常住是不一样的 住是 欲舍有即见 欲就是欲爱住地 欲戒之施祸 舍就是舍爱住地 舍戒之施祸 游就是有爱住地 无舍戒之施祸 以上三者为三戒之施祸 见 就是见一处住地 三戒所共聚之贱祸 此事者 就是之末无名 也就是三戒之见施恶祸 亦是之所起 事宅 亦所住 事宅就是第八事 亦就是莫那事 为事住地 无名 乃是由第六意思是妄想分别所起 而为第七事传颂返寻于第八事 成为第八事宰中 第七 莫那事之所 坚注不舍者 因此众生之三戒 见识无名祸 便 所以长劫生死 轮转 亦不战舍 也从来不觉悟 亦及掩饰等 断面所无常 凡亦之人 见第七 莫那 及严等 其事 皆 撒那 断面 即说一切法 皆是无常 或作涅槃 见 而为所常住 或见第八事 相续留住 因为太维系了 所以不知道其中 还有维系的生命 而作一切法 皆是常住 涅槃等 妄见 但事实还是有维系生命 只是外道观察不了 一贯 欲爱 舍爱 有爱 住地 即见 一处住地 如来 说 如是等 是住地无名 乃是由意识 妄想 分别之所起 而反心于第八事 称为 赖也 是在中 之 莫那 意识 所兼住 不舍者 凡义之人 见第七 莫那 意识 以及 颜色等 前七事 皆现 撒那 断灭之相 即所一切法 皆是无常 断灭 或见诸事相续 留住不断 对之其中 有维系生命 即所一切法 涅槃之鉴 而若以常见 成为 说一切法 皆是常住不便 全论 本经从经守之别问 别答以来 大会最初问 诸事有几种 身住灭 佛答有两种 为留住身 留住住 留住灭 这个留住 表示 极为细 难以观察的意思 以及相生 相住 相灭 这表示 很容易观察 至此 当机者又问 受记三圣之别意 佛乃这么答 无住地 无名之习气 断尽 则世间一切过患戏断 而此中 世住地无名 乃是由义士 分别所起 而反性于第八世 而另 第七世 于其中 兼职不舍 虽故轮转不息 然而此处 所言之无住地 无名习气者 乃是第八世帐中 所含的维系生命 也就是经守 佛所说的 留住身 命 留住身 留住住 留住命 所以 故意之 故之欲游 故之欲旅游 有履于无上的绝路 而正自觉圣智者 必先断其 自心留住习气 方为上策 这个自心留住的习气 就是我们所讲的惯性 不好的习惯 要要改 比如说 有赌博的习惯 贪着女色的习惯 贪着饮食的习惯 或者一天 睡了十几个小时 这个 如果不稍微克制一下 那就不要讲修行了 所以这个 自心的留住习气 方为上策 还有一种 把它归纳起来 这是深口意的习气 这深口意的习气 讲话有伤人的习气 那不行 这身体干这个杀道瘾 习气也不行 那一眼每一念都是妄想 到最后变成恐惧 或者是 好像凶神恶煞 那一种不好的习惯 不得不伤人 所有的思想 都是变成负面的 也不可以 所以古人说了 不用求真了 唯凭习见 这个八字很是重要 不用求真 真心在妄想灭处 就显现 妄想怎么来的 妄想就是观念 这个见 就是我们 现在的名词叫做看法 观念 执着 分别卡住 就是这几个共通性的语言 不用求真 唯凭习见 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意见 因为万法都是空性 不要卡在一种 自己创造出来的观念 因为后天的观念 就像坐卷制服 后天所创造出来的语言文字 观念 就把自己困得死死的 这个见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观念 或者是用意的 叫做意识形态 你只要把那个意识形态 观念 统统放下 不要投上安投 不用求真 唯凭习见 清净心自然显露 这几次生意 接下来最后一段 就是不食肉 也就是不杀身 不食肉 佛以同体大悲心 来劝导 如果欲学无上正等正解 等人且 最后就是不食众生肉 这跟菩萨界是相应的 而是大会菩萨一句问曰 彼诸菩萨等 自求佛道者 酒肉即以葱 饮食为银河 为愿无上尊 哀明为眼说 一夫所贪着 臭会无名称 虎郎所干事 云和而可食 食则生诸过 不食为福善 为愿为我说 食不食罪福 解释一下 这二十大会菩萨一句问曰 彼诸菩萨等 自求佛道者 有自求佛道 酒肉以及葱 那么这个葱 蒜还有韭菜 我们在嫩年经也讲过了 酒肉以及葱 饮食为云和 为愿无上尊 哀明为眼说 一夫所贪着 这世间人 一餐没有肉 过不去 一餐不吃一样 也过不去 这一夫所贪着 臭会无名称 无名称就是 你要按什么名称呢 那么虎郎所干事 虎郎最喜欢吃的 当然就是众生肉了 我们很少看到虎郎是吃素的 银河而克食 食则生诸过 不食为福善 为愿为我说 食不食罪福 一贯 而是大会菩萨 以继问曰 彼诸菩萨等 自求无上福道 九肉即一葱 若饮食之为云和 为愿无上之世尊 哀明我等 而为开言 解说 一夫所贪着者 乃臭会无名称 虎郎所干事 之众生肉 饮和而克食 若食之则 则生诸过二 不食则为得福生善 为愿世尊 为我解说 食一不食肉 即五心所得之罪 以福大会菩萨 所记问于 护白佛言 为愿世尊 为我等 说食不食肉 功得过二 我即诸菩萨 于现在未来 当为种种希望 食肉众生 分别说法 另比众生慈心相向 得慈心于 各已驻地清静明了 即得究竟无上菩提 生文元节 至地止息 以得速成无上菩提 二 邪论法 诸外道背 邪见 断肠 颠倒 记着 善有 之法 不听食肉 广复如来 世间 旧物 正法 成就 而食肉 也 解释一下 这大会菩萨 说及问于 护白佛言 所为愿世尊 为我等 所食不食肉 的功德 过二 我即诸菩萨 于现在未来 当为种种希望 食肉的众生 分别说法 另比众生 慈心相向 因为 这本经 是究竟欲 所以他必须站在 同体 大悲的角度 叫做慈心相向 这跟一般的 二圣不一样 二圣你到 你到现在 泰国缅甸 他 他 没有这本 能切经的 也没有所谓 菩萨界的 没有 所以这本经 要在二圣人那边 里头 流动不出来 那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 哎呀 这些比丘去外面脱波 脱波回来的时候 他们 要遵守佛的 这本经典呢 这本经典呢 就是随便吃 消瘆了 不能自己煮的 你到泰国 或者是缅甸去 他们那个没有厨房的 那没有厨房 完全都是要供养 那么供养佛制的 这些 就是随便吃 信都给你什么 你就必须吃什么 你不能说我要减素素菜 吃 那没有办法 那么这本经典呢 在泰国里面呢 或者是南传了 这个没办法流通 脱波化炎回来以后 你看到这一段 到底吃不吃呢 没办法 佛制 现在这里 最上升的 严顿的 叫你不可以吃肉 化炎回来的 那一碗 都是肉 那该怎么办 所以这一本经典 要在南传流通 我认为不太可能 很难 他直接就判说 这个不是非佛所说 为什么呢 就变成 所以佛讲法 他有时空性的 在还没有究竟以前 有时候先允许 讲到最究竟自言自断的 有自断 自借力 把它断除 另比众生 持心相向 得持心仪 各亦驻地的菩萨 清净明了 即都究竟无上菩提 三文元解 至地止息 那么 至地就是二圣人 止息 前小的妄想 意思就是听着这些 前小的妄想 要回晓向大的意思 以德 素称无上菩提 现在讲外道 这些外道 恶邪论法 诸外道被 邪见断 漫长颠倒 祭早 善有遮法 不听食肉 旷富如来 在印度有一种 就是奇那教 奇就是一个老 底下一个日 一个日 那就是那霸 沃沃沃沃那个那霸的那 这个奇那教 是完全次数的 在这个印度 它有这个奇那教 完全次数的 在台湾有三种情形 次数的 台湾没有奇那教 一 佛地子 次数 二 一贯道 次数 三 为了健康的人 次数 为健康 次数 这三种的 旷富如来 世间救护 正法成就 而食肉也 1168 食不食肉 功德过恶 即以不食肉之功德 即食肉之过恶 各一驻地清净明了 各一所驻着菩萨地 接着清净明了 以不杀故究竟 清净 清净故得明见了达一切法 圣文元节之地 子席 为二圣 若断肉断杀 只能以治地 二圣之地 即食子席 全小时忘心 树入如来之地 二 邪论 法 诸外道 被 邪见断肠 颠倒 记着 善有 知法 不听食肉 知 就是 指也 为 这次二法 之生起 此位 唱二 邪论 法 之诸外道人 虽邪尽断肠 种种 颠倒记着 然也善有 遮尽 作恶之法 不听 行人 食肉 所以是 其那教 也吃素 那么 有的为了健康 他也还是鼓励人家 吃素 旷父如来 世间救护 正法成就 而食肉也 外道 善其如此 何况如来 为世间 三界 是救护者 世神之慈父 大慈大悲 大智大慧 之正法成就 而听 弟子食众生肉 乃至 自食肉也 全论 此为一切众生 同体灵之 以彰显 佛性之界 因为这个能切经 它是准备要成佛的 是讲的特别的严格 因此前面的明示 法身 离诸过恶 且明离过之方 为众生之八十七七灭尽方德 在此大慧 法众为达 而为众生之中 持有人道 方有灵之之性 其众生皆无 因此 特阔 而充之一致 异类 因非软动 所具之灵性 皆以佛无二 所以杀身者 即断佛种 而不杀不识者 乃得正菩提 因此当即之大会菩萨 更进一步 其请如来 欠序就是勉励 诸有情 以佛性而持见 流通心法 令不断结 又持经之断落 以能言之断言 又欲其同工之妙 相辅相成之孝 由嫩言以阿难 勿多言事 故以戒言为少 此今 则因叶叉食人 能且三 为叶叉所住 故以断杀为解 此皆为如来 随众生之习性 因言而设法 令其真修其目的 则同意 何以过 由于诸众生 以言故相生 以食肉故相杀 相死 此以令众生 轮转生死之大因也 莫不由于相生 以相死 且愣言经 连由爱 由盈爱 干枯 而尽皆等妙 此今 则言杀心顿心 谢己是菩提 所以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诸位 这个是站在理上说的 因为太多了 这些啊 不是很明白 佛法的人 一直问我这句话 是不是 为什么放下徒刀就可以立地成佛呢 我说这是在理上讲的 只要你有存了一颗 放下徒刀 这善良的心 将来啊 就会成佛 立地成佛 这是一种给你鼓励 就是此意 是故之欲 道义无上绝路者 必以佛性之意 而断断杀心 是为制药者 又义究竟不杀 乃世间无有杀业者 为在断肉 方能除此杀业及杀心之根本 169佛告大会 善哉善哉 地听地听善事念之 当为如说 大会白佛言 为然受教 佛告大会 有无量因言 不应食肉 然我今当为如列说 为一切众生 从本以来 辗转因言 常为六亲 以亲享故 不应食肉 驴骡 yo 骆驼 狗 牛 马人 兽等肉 土则 杂卖顾 不应食肉 不净气风所生长 顾 不应食肉 众生 文气 材生 恐怖 如粘脱螺 即坦坡等 狗见 真厄 顶 不秦肺 顾 不应食肉 又令修行者 此行 不身 顾 不应食肉 凡意所示 臭灰不净 无善名称故 不应食肉 令诸咒术不成就故 不应食肉 以杀生者 见行启示 生未着故 不应食肉 彼食肉则诸天所窃故 不应食肉 令口气臭故 不应食肉 多噩梦故 不应食肉 空闲临终虎狼闻相故 不应食肉 令饮食无皆故 不应食肉 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 不应食肉 我常说言 凡所饮食 作食指肉想 作福药想故 不应食肉 听食肉则 无有是处 1169 1169 简单解释一下 说佛告大会 善哉善哉 地听 善事念之当位如说 大会白佛言 为人受教 佛告大会 有无量音言 不应食肉 然我今当位如列说 所以一切 为一切众生充奔以来 也就是生死 这个辗转种种音言 曾经为六亲 以亲相故 不应食肉 就是我们以前的亲人 驴 还有驴 还有骆驼 狐 狗 牛 马 人寿等肉 屠子 杂脉 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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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经 气愤 所生长 驴 驴 驴 众生 温气 牺牲 恐怖 如 赞托罗 赞托罗就是屠夫 还有坦坡 坦坡就是猎人 打猎的人 打猎的人 新闻报道的说 说我们 以为 盗猎 这个野生动物 这个野生动物 很多都 濒临绝种 像大象 没有人在吃 大象的肉 但是为了 那两根 象牙 这大象 全世界 都濒临绝种 濒临绝种 我们也不吃 狮子的肉 也没有吃老虎的肉 可是也是 濒临绝种 可是它的皮 它的皮 也被猎杀 当然 用来做装饰品 所以现在 就是破坏了 整个生态 破坏了整个生态 苟见真恶 经不勤非 故不应食肉 又令修行者 持心不生 故不应食肉 凡义说事 臭毁不尽 无善名称 故不应食肉 令诸咒术 不成就故 不应食肉 如果你有念 什么大悲咒的 念什么咒的 以杀身者 践行启示 是 是就是分别 生未早 故不应食肉 生生未早 在这周 你要看看那个影片 你到南州 中国大陆 那个南州去看看 那个是伊斯兰教的 或者到新疆去看看 那个每天 那个商店说 问那个商店 你每天 卖了多少只羊 卖了一百多只 卖了一百多只 所以只有在汉地 这个地方 佛地池 才吃素 在那个回教的地方 你看不到 比食肉 则 诸天所欺 故不应食肉 令口气臭 故不应食肉 多噩梦 故不应食肉 空弦林中 虎南闻香 故不应食肉 令饮食 无界之 故 不应食肉 令修行者 不生 艳离 故 艳离就是贪着 那个味道 因此生生世世 就堕入那个味道 坚持不舍 所以不应食肉 我常说言翻说饮食 做食指 肉想 做服要想 不应食肉 听食肉者 无有是处 诸世 一切众生 从本以来 辗转阴言 常为六亲 以亲想过 不应食肉 从本以来 就是从无死事以来 辗转阴言 为生死辗转 以种种阴言 常就是曾经 六亲就是有父 六亲 以及母六亲 父亲 这个方面的 就是伯伯 叔叔 兄弟 儿子 孙子 跟自己有关系的 那么母亲这边 比如叫舅舅 阿姨 兄弟 儿 孙 等等 此际 唐义座 一切众生 从无死以来 真在生死轮回当中 你不曾做父母 兄弟 难以眷属 乃至朋友 亲爱 四十 一生 而受鸟 受等身 银河一中 起之而死 不净气氛 所生长过 不应食肉 此寄汤 一切猪肉 皆是精血 污秽所成 求清净人 银河起食 赞脱罗 屠夫 屠夫就是屠夫 坦白就是 烈士 烈人 以杀生者 进行 起事 身为着固 事就是分别 为杀生者 以足众生 见其行 及其分别 其肉 肥 受 美恶 能了我 鸡 从我 食粮 享我 口 父 等享 而生生 贪早 听识乐者 无有是处 若言 如来听识 弟子食 众生肉者 无有是处 父次大会 过去有亡 名 食子 出头杀 食种种肉 睡至食人 臣民不堪 即便模反 断其俸禄 以食肉者 有如是过故 不应食肉 这个文字简单 全论 此为 饮食事 以证明 应断肉食 所继承世间 王位之人 三阴断杀 何况 少计 法王之位者 而饮 而欲食肉 宁不悲夫 翻过来 以其二 付赐大会 凡诸杀者 为财力固 杀身 徒犯 比诸 于吃 食肉 众生 以钱为王 而补助 肉 比杀身者 若以财物 若以勾王 其比空行 水路众生 种种杀害 图犯求利 大会 义无不教 不求不祥 而有鱼肉 以食义故 不应食肉 解释一下 说付赐大会 凡诸杀者 为什么会有杀身 这件事情呢 这当然就是为财力 就是我们今天说讲的 为钱财了 为存活了 杀身 杀身 屠犯 途犯 比诸 一次 食肉众生 以钱为王 而补猪肉 比杀身者 若以财物 若是以钩 或者是网 其比空行 水路众生 种种杀害 途犯求利 当然你要是到大海去 看看他们就是捕鱼嘛 都是用网嘛 大会义无不教 如果食者 或者是杀的人 怎么样 也不去教人杀身 或者是若心不求 食肉 或者是不想去吃肉 那怎么会有鱼肉 陷在你的前面呢 以食义故 不应食肉 意思就是 食的人 以及杀的人 如果不教人杀 不心不求肉 也不想吃肉 怎么会有鱼跟肉献钱 以食义故 不应食肉 主是食肉众生 以钱为王 而补猪肉 为食肉之能 所以未曾自己 轻动手去补杀 生物 然去以前去买肉来吃 等于是 以钱为法 去补众生 去补众种种 众生之肉 种种杀害 以种种方便 手段杀害 义无不教 不求不想 而有鱼肉 为食者及杀者 没有说不教人杀 不求肉食 不想肉食 而食 而会有鱼肉作餐 若我想吃肉 若我想肉食 求肉食 等于是叫他能杀 鼓励他能杀 若叫他能杀 鼓励他能杀 故 则自己已犯杀业 同其受报 如借经 宗广说 此起为异众 大会 我管世间 无有是肉 而非命者 意思 有肉就有命 的意思 那么自己不杀 不教人杀 他不会杀 就是别人 这个他就是别人 不为 中间补一个我 这样你才看得懂 他就是别人 不为我杀 若不从命来 因为杀生害命而来 而有是肉 而有是肉者 无有是处 大会 我有时说 这五种肉 或是十种 经一词经 一切种 一切食 开除方便 一切细断 因为要成佛 那么后面又讲到 说 五种肉 还有一种是十种的 在这周围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 附带说明 佛陀的大悲心 同体大悲心 我们绝对认同 因为他是世尊 教导我们的 一定是正确的 一定是正确的 正确的 由这个 这一点 是一定要再补充 例如说 我们送到比丘节 他 他那比丘节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 如果如今话言 有肉 鱼应当分给比丘吃 这个可见 佛在世的时候 并没有 讲字段 那么 我们由这一点 这本经 可以理解 佛的讲法 它有时空性 也就是说 你去看小圣的生活 他们认为 跟佛在世的生活 是一样 那么由这本经典 就是你要成佛 要同体大悲的心 所以 由这一点 可以了解 时空性的不一样 许多人 看了这个经典 他说 你们佛教很乱 我们到泰国缅甸 去的时候 他们吃的 跟你们大圣不一样 大圣不一样 有的 中国大陆 有的道场 是两种 显密的两种教 都有 显密两种教 北京就有 显密两种教 也就说 这个道场里面 很大 它也容许 密教的 也容许 险教的 结果 两种饮食 这险教的人 他吃素 只有两位法师 两位法师 密教的吃荤 十几个 在那边 另外一个 一个 这个食堂 在吃东西 吃东西 现在整个佛教 就变成 有一点混乱 混乱 为什么混乱呢 因为 有的 还在前脚方便 的二圣 有的是屈性 有的是高三 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 要真正的 能理解 佛陀的大悲心 那么 那么 也有吃素的 因缘 三根 佛的技术 大概除了台湾 跟中国大陆 还有某些区域 某些区域 也不能 你到日本去看 没有 到韩国去看 也没有 它分两派的 到南城去看 也没有 所以有个比丘 他走了一趟 说你去外面看看 没有人在吃素 到我们那么多的国家 所以要 接受这个大僧佛法的 旧敬意 还得看 三根 福德 跟因缘 我们赞叹 以如来的大悲心 为前提 这是没有话讲 第二点 要认知的 佛在说法的时候 他有时空性的差异 有时空性的差异 要为了 为了让你成佛 他一定要讲到 旧敬意 旧敬意 那么刚刚讲的 这南城呢 他们没有这个能切经 也没有这个大僧的经典 那么说他们拖不回来 他们就直接吃 因为他就随眼 好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法 比较重要 现在就是说 我们暂时 把这个歌字 福德大悲心 暂时歌字 我们呢 先用经济的角度来看 如果 上根福德 一年不具足的时候 你生长在日本 诸位 你知道吗 这个日本 它是海岛的国家 它的日本的 捕的鱼的疑惑量 是全世界的 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二十五到三十 好 二十五到三十 现在讲 如果假设说 要推广佛陀这本能切经 它有相当的困难 说不杀生 不吃肉 这个 这个在日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正在经济的角度来讲 它有很大的困难度 很大困难度就是说 日本跟这个捕鱼的行业 做这个吃的罐头 包括这些养殖的 如果说好 我们遵守佛的借力 统统停止 就会站在经济的 整个全球的体系来讲的 好 再来 如果你去国外的 像希腊 希腊 我们现在讲的一种 整个世界的 饮食文化 还有宗教的信仰 你到希腊 希腊有一个 叫做 卡拉帕卡 它有一个岛 而这个岛呢 它产什么 产乌语 师父 有空 就了解整个全世界的 他们希腊 不信 这个 我们佛教 他信这个东正教 那个岛 没有成 几乎 找不到水果 或者是蔬菜 好 找不到水果 好 我假设说 我现在到希腊 那个岛 那个岛大概 几千户人 不是很大 当然也不是很小 那个岛 四周围 都有物语 这个物语 跟台湾 捕捞 物语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好 这个岛 如果我要去 先养人钱 那你一下子 就叫他吃素 不杀生 不吃肉 对 化船不出去 我的岛 我的生存 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 所以 现在师父告诉你 善根 福德 因缘具足的人 可以讲这个 其他的 生长在边地的众生 要以法传递为主 知道吧 你一下子 叫他这样做 他做不来 我们远的不讲 我们讲 澎湖 我们的岛 澎湖 澎湖湖湖湖湖湖 外婆的澎湖湖湖 你跟他说的骗鸥 你看俩湖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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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 说师父,我们这个岛,都捏虎的,捏虎的就对了。 佛祖说我们不能吃虎的,师父那该怎么办呢? 这所有的岛,通通是捕鱼的。 所有的蔬菜水果,都要从马公,澎湖那个本岛运输过来。 澎湖的蔬菜水果,有的自己产料,有的都是从台湾运过去的。 师父,我们这个岛,通通是捕鱼的。 大圣佛教是要吃素。 请问法师,你碰到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蔬菜水果,只有捕鱼。 我看,他们煮那个稀饭,煮那个饭,都哭在土下。 这种叫做饿鬼。 饿鬼就是说,生的生的真减真减。 就是,我就猥了,这枸鱼就不知道怎么说。 他就是,嗯,这个应该怎么讲啦。 就是说,用盐巴腌制的一种海产,说的饿鬼。 我不要说,就是很咸很咸。 他在吃那个地方,吃的这个,一碗稀饭,吃的很简单啦。 请问师父,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啊,糟糕了。 这个法师,你会回答吗? 全岛都是捕鱼的。 这里不产蔬菜水果。 啊,我们不捕鱼,就死定了。 啊,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啊,真不好回答。 啊,我就跟他回答。 我的智商还是蛮高的。 我说,那就这样子吧。 捕鱼的时候啊,捕到大的。 那就没办法拿起来吃咯。 啊,晓得。 啊,你就放他走。 原谅一下。 啊,不然怎么办呢? 不然怎么回答。 那个岛都没有蔬菜水果。 啊,你怎么回答。 你没有办法。 所以,我告诉你, 推广佛法这个有很重要的时空性。 现在我告诉你, 全世界最弱的宗教就是佛教。 一是我们讲的人口。 伊斯兰教的人口。 天主教的人口。 基督教的人口。 都远远的超过佛教头。 加起来,佛教所有的人口的总和, 只有少数的记忆人口。 因为佛法太难。 佛法只能中国大陆。 台湾。 日本。 韩国。 中南亚。 中南半岛。 泰国。 柬埔寨。 辽国。 这几个中南半岛。 其他全世界, 你到北美洲去看。 加拿大。 你到南美洲。 北美洲。 美国。 加拿大。 到南美洲。 都是西班牙葡萄牙。 殖民地。 你在欧洲去看一下。 我们到德国去法兰克福。 你下飞机去吃饭。 去吃了那个饭。 那个老板跟我们导游讲。 下次请你们不要带来我们这一间。 你们这个吃素的很难做。 没有人吃素。 德国走了几天几夜。 没有一个法师。 德国走了几天几夜。 没有人吃素。 Migiteria。 没有。 到日本去。 日本你说出家。 他也没有。 因此啊。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硬要推广。 一定要这样说吃素。 才能幸福。 那么就会受限你法的传递。 被受限制住了。 没有办法喘。 因为他们没有那种环境。 没有那种环境。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今天福报很大。 在台湾吃素没问题。 一贯道也多。 那么佛地址也多。 那么蔬菜馆。 林立。 吃素也方便。 蔬菜水果。 台湾又是水果的王果。 台湾啊。 讲那个有机的。 有机的蔬菜。 这个有机的蔬菜。 检验以后六成。 都含有农药。 都含有农药。 所以现在真的很麻烦。 我们呢。 而乐意接受佛陀。 这种大悲心的观念。 而现在吃素的人。 你知道吗。 有一次啊。 人家告诉我说。 师父这个是。 基因改造的。 结果我那瓶喝下去。 那个什么豆浆啊。 哦。 那可不得了。 全身都痒。 开始一直抓。 痒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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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 一直抓一抓。 哎呦。 这什么。 这怎么这么严重。 吃素的。 现在没办法了。 那什么基因改造的。 淀粉。 说毒淀粉。 蔬菜水果。 所有农药。 那隔壁这个公园。 又不是我的土地。 要不然我自己种一点有机的。 那你现在吃素的人就变成没什么福报了。 统统有农药。 水果。 再来。 再举个例子。 报纸前几天有登的。 说一个。 一个。 失节啊。 三十几岁。 有一天他觉得人不舒服。 他吃素的。 吃素的。 去抽血检查。 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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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胆固醇高。 二。 三酸甘油脂高。 三。 血压高。 三高。 你的医生问说。 你是什么信仰。 他说我信佛的。 哦。 师姐。 还是叫你师姑。 你三高呢。 你平常怎么吃的。 他说我做自己一个人啊。 他说随便吃。 他说你都吃什么。 他说我饿了吃面包。 再饿了就吃泡面。 泡面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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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吃面包就是泡面吃不吃。 自己又不会煮啊。 这个蔬菜水果。 买来啊。 自己搞得很费食。 面包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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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三高。 吃到三高。 哦。 他说我告诉你。 医生告诉他。 你所有好的胆固醇一样都没有。 但是你所有坏的胆固醇通通气足。 吃吃成这个样子。 现在就比较麻烦了。 那如果你有在这个团体里面。 你有在这个团体里面。 对不对。 比如说像讲堂啊。 这个团体。 没有问题。 再来。 你说外面的蔬菜馆。 他会用最好的油煮吗? 或者什么橄榄油啊。 或者什么最好的油。 最好的油它比较成本哦。 我现在告诉你。 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说。 现在吃菜哦。 比吃车贵。 现在吃素的比吃荤的还贵。 现在啊。 如果你要吃的健康的。 那就要得好好的。 好了。 那现在佛弟子就两难哦。 又想尊佛的借力。 又想把身体搞健康。 所以师父就还是要劝导大家。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健康。 因为我们是大圣佛的人。 我们将来成佛。 就变成你这个饮食。 你的素食。 那素食就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健康。 照顾自己的健康。 所以不要吃了这个。 几年的素食以后啊。 整个裂脑。 通通。 失去啊。 这个精神。 哇。 这几年不看到。 为什么干到五星上将呢? 五星上将就是满脸都是皱纹。 随便吃。 啊。 所以, 如果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吃瘦。 至少。 不要去吃活的。 不要去杀生。 至少啦。 这是不得已的嘛。 你的环境能够吃瘦。 那这是你的福报。 善根福德因缘。 但是一定要把健康照顾好。 照顾好。 不要说出师未接生先死啊。 常识英雄立满金啊。 立满金。 有的人啊。 会懂得照顾。 有的人他就不会。 啊。 不要说人家在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你啊。 到一个上司。 啊。 死的也不会死。 我问你几岁啊。 我四十多。 我四十多。 怎么看起来像我。 我的奶奶。 有的四十几岁。 不比我年轻耶。 真的看起来像我家的奶奶。 还是外婆。 所以这个设身还是照顾好。 讲到这一段。 这个就是必须附带的。 这大会。 我有时说。 这五种肉。 或者十种。 均于此间啊。 一切种。 一切食。 开除方便。 一切细断。 我们绝对认同。 赞叹如来的同体大悲心。 但是某些时空推广起来。 真的有困难。 例如。 例如。 我们旁边的光华市长。 光华路就好。 光华路就好。 光华路。 我不晓得那是卖什么。 那些卖冰的纪念品的不算。 卖茶叶的不算。 我们就卖荤的跟素食的来比较。 我说没有去过。 我说没有去过了。 光华市长。 你去计算一下。 一百个摊位里面绝对。 九十摊是卖荤的。 你相信吗? 好。 你说我们要实施佛的。 这个坚持佛的。 那么九十摊通掉收起来。 他家全部没有职业。 他就靠这个小生意过日子。 所以师父重复地讲。 佛的大悲心我们绝对赞叹。 也绝对遵守。 那么在诸位众生的根气。 我的应言不记住的时候。 你讲这个法要先传出去。 先传出去。 关于是不是能够吃素。 这就要看。 慢慢慢慢地引导。 有时候时间不一样。 大陆有一个年轻人来告诉我。 师父我很苦恼。 也有一个年轻人。 他说师父我非常困难。 我说你为什么非常困难? 他说我协力不高。 书读的不算多。 我做一个工人在工厂上班。 我说工厂上班, 为什么很困难呢? 他说我们那个工厂几百人只有我一个人吃素。 我信佛。 每一个人都用异样的眼光。 异样的眼光看我。 然后呢? 然后我只要稍微说一点话。 他就说你吃素的人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 问得我哑口无言。 我说这个就是你的错。 他说啊? 师父我被欺负呢? 我说你一刚开始就告诉人家你是吃素。 对不对? 他说对啊! 你一刚开始就说你是正性的佛计师。 对不对? 对啊! 死定了。 你就把自己挂在格子里面。 你吃素你就静静地吃。 你为什么要张扬呢? 对不对? 你信佛。 你偷偷地信。 因为整个工厂几百人都没有能信佛。 没有能吃素。 你这样一直张扬。 大家就会把你心中变成一把池。 哦!你是信佛的。 你是吃素的。 你一句话都不能讲错。 你是不是常常听到说? 你吃素的人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对? 他说哇!师父你好厉害! 有神通。 不是! 因为我以前吃素就是被人家这样子讲过。 哦!真的哦! 我说你回去哦! 从此以后不要说你信佛。 也不要说你吃素。 因为你那个环境, 大家都是工人嘛! 没有能吃素。 那你就知道哦! 吃素啊! 如果时空不对的时候, 人家还判为异类哦! 异类哦! 不同的类哦! 因此啊! 能遵守佛的这个借规啊! 其实见啊! 他是大福德大三根的人。 接下来, 注释! 这五种肉, 所谓五净肉。 一,不见杀。 二,不闻杀。 三,不一,为我而杀。 但是你碰到, 你碰到那个执意, 很深的, 那就很难了。 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我到, 我们去, 我大结家。 那时候我有信佛, 大学的时候信佛。 信佛, 我就知道说, 不见杀, 不闻杀, 不宜为, 不宜为我而杀。 不要怀疑, 是为我而杀。 然后, 嗯, 那时候, 刚出血, 虽然有一点佛法, 刚刚出血, 大姨有一点点, 稍微一点概念, 我知道说, 不可以为我杀。 那知道, 但是完全吃, 百分之百吃, 还有困难。 那, 然后, 我姐姐啊, 就养了几只鸡, 啊, 就跟我讨论, 说, 哇, 是要放生呢? 还是把它解决呢? 哇, 这个很难啊, 我可是养很久了。 这个也很难回答。 所以大姐啊, 就说, 那今天那么远来啊, 弟弟都在, 二哥啊, 还有我啊, 两个都在啊, 那我就去杀一只鸡吧。 哦, 大姐, 不可以的, 不可以为我杀了。 二哥就说, 不为他杀, 来, 去杀, 为我杀。 说, 哦, 你这样叫, 为我杀, 你不要为他杀, 你为我杀。 杀! 他就没办法了。 第四啊, 治死, 也就是这个鸟兽啊, 自己的命尽而死。 和, 第五就是鸟兽。 为, 鹰, 或者是鸟, 像, 像鹰而死鸟, 它的性啊, 很凶猛。 啊, 或者鹰, 或者是鸟啊, 等啊, 这肉食性的, 这鸟兽等, 蚕鱼, 其中啊, 前三种, 为所谓的三进肉。 就不见杀, 不温杀, 不为我而杀。 啊, 或是十种, 也就是十种生物, 唯不可吃。 啊, 这人, 蛇, 像, 马, 龙, 虎, 虎就是狐狸咯, 猪, 狗, 狮, 猕猴。 有的在家即使看到这一段, 他很高兴。 哦, 他非常高兴, 你看, 十种都不可以吃, 这十种, 都我不喜欢的。 还好啊, 佛没有自戒, 鱼汤。 没有吃这个鱼汤, 他看到这一段, 他很高兴。 一切种, 一切食, 开除方便, 一切细断, 一切种, 就是一切种类的众生肉, 一切食, 就是不论任何情况, 开除方便, 因为你要成佛嘛。 啊, 开除一切, 为方便, 教化, 却引之一时全力方便, 另行究竟一切细断, 一切肉, 细节断除, 不得食, 就大会。 如来, 应供等正觉, 善无所食, 旷食于肉, 亦不骄人, 亦大悲前行过, 使一切众生犹如一职, 事故不听令食指肉。 翻过来, 全论, 以其是, 此为称善而归结, 就如来, 由运同体大悲, 所以断食肉, 佛食一切众生, 以其同一佛性, 且以同体之悲, 隔绝一切真爱, 因此若食众生肉, 就是食佛子之肉, 亦如食, 亦如食自身肉, 如果不食肉, 则误我, 只服性, 昭然而陷见。 众生是禀受异行, 而法身常住, 所以佛食, 不用食佛子之肉。 以其是, 十四尊一充兴词, 也有所巨猿, 成细为亲属, 必会不尽杂, 不尽所生长, 文器细恐怖, 一切肉, 以充, 及猪九蒜等, 种种放异酒, 修行长远离, 一场离麻油, 及猪窗孔窗, 以比猪细虫, 以充, 及恐怖, 饮食生放异, 放异生诸觉, 从觉生胎异, 是古不应食, 由食生胎异, 贪令心迷醉, 迷醉常爱欲, 生死不解脱。 那么这里中间, 有一段叫做, 遗珠穿孔床, 这个印度当时, 有一种穿孔的, 就是多孔的床, 这个床啊, 孔里面, 有躲了很多的, 昆虫啊, 或者是细菌了, 那为什么要离这个麻油呢? 这就这样, 他们那个制造麻油的过程, 跟我们现在, 不一样。 印度当时候, 那个封锁, 制造这个麻油的时候, 那麻油里面, 这个麻里面, 让它长虫, 倒这个麻, 使它生虫, 然后啊, 这个虫啊, 再加起来一起压, 让它变虫以后, 变成压榨更多的麻油, 又肥又多油, 所以啊, 也常离麻油, 那我们现在的麻油, 都是用机器啊, 说工业发达嘛, 这跟以前啊, 制造的麻油是不一样的, 那再结果来啊, 倒数第二行, 饮食生放义啊, 放义, 生诸觉, 这个觉呢, 是执着未觉, 那不是觉悟的觉, 这个不一样, 饮食生放义啊, 放义啊, 就生种种的执着未觉, 从执着未觉啊, 就会生贪欲, 事故不应死, 有时生贪欲, 贪令心迷醉, 迷醉啊, 就会掌养爱欲, 生死就不解脱, 我注释, 一切肉以葱, 及诸酒蒜等, 葱蒜韭菜等五心啊, 虚心者也不应食, 这个我们在能言经也讲过, 以不但其味臭灰啊, 诸天善神啊, 远离啊, 恶鬼神清净, 甜, 瞬, 这个念瞬, 那个瞬呢, 是指吸取的意思, 是, 甜, 瞬其啊, 纯粉, 且食五心者, 令身不赦, 心意生邪, 知身影, 慧, 一场里麻油, 古时候, 印度人之风俗啊, 赤麻油的时候啊, 倒麻, 死身虫, 这长虫以后啊, 然后将虫一起压榨, 出涌, 啊, 而为多汁啊, 亦肥啊, 如是之油, 其可食之。 主要, 这个我, 我看到这个啊, 还有一点怀疑, 有一天我在看他的影片, 不晓得你没有看过, 主要, 欧洲啊, 有一种啊, 啊, 那个面包, 上面呢, 涂一层奶酪或者乳酪, 你知道吗? 那个奶酪跟乳酪啊, 给它放着, 变成虫, 变成虫哦, 变成虫哦, 而且虫是鸟鸟酸哦, 还在砖冻哦, 他们啊, 我看了以后, 哇, 哪个中午啊, 吃不下, 面包啊, 果子啊, 奶油, 上面啊, 你要多少, 他们就去拿了一堆的虫, 还会冻着哦, 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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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为什么? 那个虫是, 他们认为是有益的, 就是很营养, 很营养, 还特别贵哦, 还特别贵哦, 啊, 我看那个欧洲的, 啊, 这个, 啊, 卷起来, 哦, 就真的吃了, 那个虫, 呃, 呃, 现在厨房的时候, 那一天吃不下了, 啊, 那你到泰国去就更多, 那泰国去啊, 很多的昆虫, 昆虫都炸了, 油炸的, 昆虫, 你看过吗? 啊, 你到泰国去, 哇, 整条街, 都是卖这个昆虫, 而且他们认为很营养, 因为, 他们是穷人的, 蛋白质的来源, 穷人, 所以你说, 我告诉你, 这个, 全世界说这个不杀生啊, 实在是太难了, 既诸穿孔床, 床若有多孔戏, 啊, 则多有虫具, 不可坐卧, 修道人, 因远离于如是之船, 以诸虫, 以诸虫, 以人坐卧之时, 皆神经不知故, 为利杀众生, 以财网诸荣, 二句是恶业, 诸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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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杀者, 实则, 因令彼等, 受害之众生, 恐怖, 叫, 叫好, 身影, 杀者, 由此夜阴, 所以赶的时候, 至多, 叫放第一之果, 则为阴果相当, 如是印度式果, 死毫不爽。 在座诸位哦, 像有时候啊, 你要改变他的职业, 还是很难的, 也有一天呢, 我们的这个, 南普多佛学院啊, 这个比丘啊, 慈悲, 看到这个啊, 不杀生, 很好啊, 然后把这个, 传单啊, 发出去, 发出去哦, 哎, 就发出去, 结果一个, 杀猪的, 卖猪肉的, 拿了一把, 好大的刀, 跑到佛学院来, 哪一个人寄这个给我, 站出来, 糟糕了, 糟糕了, 说发生什么事情啊, 那么凶啊, 他说呀, 你叫我不杀生, 不卖猪肉, 不卖猪肉, 我现在, 我把老婆寄放给你养, 你要不要? 我们的比丘怎么养你老婆呢? 那我要, 我这个钱从哪里来, 我要怎么养我的老婆, 养我的儿女啊? 哎呀, 没办法。 所以啊, 说实在, 要, 要改变这个职业啊, 还真的很困难。 接下来, 若无交相求, 则无善净肉, 彼非无应有, 事故不应死, 彼足修行者, 有事戏远离, 十方佛世尊, 一切贤何者, 辗转更相识, 十多苦狼类, 臭惠可厌恶, 所生长鱼吃, 多生沾脱肉, 劣势痰不肿, 或生脱鱼, 其诸食肉性。 罗刹, 茅尼等, 偏移以识终生。 简单解释, 解释一下。 若无交, 顿点想, 顿点求。 如果没有交人, 杀,杀生, 或者是你心想吃肉, 或者求肉而吃, 那么, 则无所谓的, 则无所谓的三斤肉。 彼皆非无杀生之因, 而有肉可以吃, 就是彼非无应有, 彼皆非无因杀生之因, 而有肉吃, 是这个意思。 事故不应吃, 彼足修行者, 有事戏远离, 十方佛世尊, 一切贤何者, 辗转更相识, 许多苦狼类, 臭惠可厌恶所生。 尝一次, 多生赞托罗, 赞托罗就是屠夫咯。 烈是谭婆种, 打猎的, 叫做谭婆种。 或生陀伊尼, 陀伊尼就是罗刹咯, 罗刹, 以及诸食肉性。 罗刹, 猫尼等, 这个猫尼也不是猫跟狐狸, 千万不要搞错, 在戒例里面, 猫尼是指猫的意思, 这不是两种东西哦, 这是一种东西哦。 下面跟着猫尼, 猫尼就是鸟咯啊。 猫尼就是, 是一种东西哦, 不是猫跟狐狸哦, 千万不要搞错, 便宜是终身啊。 就是一一七六。 若无交想求, 此物三净肉。 为, 彼只有三净肉则, 其所识之净肉。 为有不因交, 想, 求, 而有, 事故若求不见, 不闻, 不宜之三净肉, 则以求不交, 不想不求之肉一样, 其事居无。 因此若真不交, 不想不求, 只见三净肉, 也是不净。 所以说, 无三净肉, 彼非无因有。 为一切肉, 包括三净肉, 皆非不从杀身之因, 而有。 于世间, 无有不伤生命之肉, 事故欲行, 求, 护众生之大道者, 不应食肉, 不应治食, 或叫它食。 脱一女, 也就是罗产女。 福相于大云, 杨吉利摩罗, 及此能其经, 我系自断肉, 诸佛基菩萨, 声闻所喝者, 实以无惭愧, 生生常吃明, 先说见闻已, 已断一切肉, 妄想不及之, 故生食肉处。 福相就是福相经, 以大云经, 还有杨吉利摩罗经, 以及这本能其经, 我系自断肉。 诸佛基菩萨, 声闻所喝者, 实以无惭愧, 生生常吃明, 先说见闻已, 我以前所说的, 不见杀, 不闻杀, 不宜为我而杀, 那个只是一时方便说。 大根基的人, 知道啊, 我啊, 自断, 自这个啊, 三种方便啊, 不见, 不闻不疑啊, 那是一时方便啊, 上根立字的人, 就知道, 如来, 等同如来, 其实已经断一切肉。 妄想不及之, 而众生的自心啊, 堕入自己的妄想, 而不觉知, 不了解啊, 同体大悲的正理, 所以生起实肉处, 注释, 胡相与大云啊, 杨吉利摩罗, 皆是经名, 胡相就是胡相经, 大云就是大云经, 又名大方, 等无想经, 杨吉利摩罗, 杨吉利摩罗经, 杨吉利摩罗, 意为子曼, 佛注释的时候啊, 杨吉利摩罗, 住在这个社卫城, 被邪师所教导, 信奉杀人可得捏盘, 因此啊, 邪说, 出世啊, 来到热闹的地方, 杀害了999人, 切齐齐齐子啊, 把这个指头啊, 带以守为曼, 曼就是一个像花贯穿起来的这个曼啊, 你到机场去啊, 或者是你, 人家给你啊, 迎接, 就会带上这个花曼, 第一千个人, 这亦害其亲生的母亲, 你看这个二支箭, 坏到什么程度, 连自己母亲也要把他杀掉呢, 佛灵敏之为之说, 正法, 即已改过忏悔而入佛门, 后得罗汉果, 哇, 杀了990个人, 一听佛头的正法, 竟然正得了阿罗汉果,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众生啊, 现在一个人都没杀过, 偶尔不小心吃一点点东西而已, 到现在什么果都没有, 怎么会根据差那么多呢? 人家杀了999个, 听了佛一开始, 立刻证阿罗汉果, 可见啊, 你没听佛法以前啊, 不小心造了一些恶业, 怎么样好好的忏悔, 还是有希望的, 生生常吃明, 生生世世皆敢, 以赐暗明之报, 先说见无仪, 以断一切肉, 佛先前说不见杀不闻杀不宜, 为我杀这三斤肉, 如果大根立志者, 即因之词等, 此为等于, 以说应断一切肉, 即因之词, 为等于, 以说应断一切肉, 妄想不觉知, 故生食肉处, 然众生一度, 自行妄想, 而不觉知正理, 反胃, 佛许之十三斤肉, 以一切食肉之想, 故生意食肉之处, 如比贪义过, 障碍甚解脱, 九肉冲九蒜, 细为圣道障, 未来是众生, 一肉一次说, 言此尽无罪, 福听我等时, 时如福要响, 一如食指肉, 知足生宴里, 修行行其时。 这个意思就是, 如比贪义过, 这个都是残心所生的罪过, 这会障碍甚到的解脱。 这个九肉啊, 还有葱, 酒蒜, 气味啊, 脏道的阴眼。 那么, 那个啊, 电视剧常在讲的, 像技工啊, 我都不晓得, 那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电视剧, 养的是不是比较夸张一点? 九咒穿肠过啊, 啊, 佛在心中做。 啊, 这个电视剧常演的啦, 啊, 未来世众生啊, 一肉一次说, 说言此尽无罪, 佛听我等时, 啊, 时如福要响, 亦如食指肉。 如果你吃啊, 要观想那个在吃药, 或者观想吃自己的儿子的肉, 知足生宴里, 修行人啊, 当官啊, 时时刻刻啊, 得知足, 修行行启食, 那请启食就是没有分别啦, 啊, 我们低下自己的身段啦, 不讲求享受啦。 主事, 时如福要响, 亦如食指肉。 佛善且教自己一切饮食啊, 当官如福要响, 也当做如食亲子之肉响, 竟食如如食, 何况而可携食肉食乎。 1178, 安住慈心者, 我说长宴里, 虎狼猪恶兽, 很可同由子, 若食猪血肉, 众生是恐怖, 事故修行者, 慈心不食肉。 食肉无慈慧, 永悲正解脱, 极为甚表象, 事故不应食, 得生犯志种, 急足修行处, 智慧富贵家, 食油不食肉。 解释一下, 安住大慈悲心者, 我说, 就长得生厌离之心, 内外都不贪草。 那么, 这样的心, 这样的慈悲心, 虎狼猪恶兽, 很可同由子, 若食猪血肉, 众生会得恐怖, 事故修行者, 慈心不食肉。 慈肉无慈慧, 永悲正解脱, 以及, 为甚表象, 事故不应食。 众生之所以, 得生犯志, 犯志就是修行的清净人, 清净的种子叫做犯志。 印度当时, 把一切修行人, 统统称为犯志。 以及, 主修行处, 以及, 得智慧富贵之家, 事皆优雅不食肉, 所得之果报。 诸是犯志, 婆罗门之别称, 以其自在犯, 故称犯志。 犯就是清净也, 也就是, 洁净, 驴玉, 以色见诸天驴玉, 而清净总名为犯天。 所以, 犯志, 有说, 总称一切的清净修行人, 通称犯志。 一贯, 安住持心者, 我说, 得藏身愿离之心, 以内心, 外境皆不贪欺, 虚故即使, 连虎狼等, 诸恶受, 亦恒可同其游行, 其之, 以其心无害异故, 若是诸众生之血肉者, 一切众生见之牺牺牲恐怖, 事故修行者, 皆以慈心而不识众生肉, 以食肉者无慈悲, 亦无智慧, 永远违背正解脱而行, 其以为圣贤之表象, 令众生击毁, 事故不应食。 众生之所以, 得身泛之中, 及诸修行处, 以及得身智慧富贵之家者, 事皆由于不食肉, 所得之果报。 全论, 诸佛菩萨之一切修行, 乃之称道后之说法度众生, 皆是由于慈悲心, 事故慈悲者, 为一切修行之根本, 也是一切善法之根本, 也是成佛之根本, 而此辈子根本, 则在于不害, 若得不害之先方的成就, 就把一切众生之士, 难出众生以食肉故, 而互相杀害, 事故修正法者, 因此不害, 叫他不害, 进而赞叹不害之人, 赞叹不害之士, 因此不食众生肉, 且叫他不食, 进而赞叹不食肉之人, 及赞叹不食肉之士, 方会釜底抽心, 究竟大悲之行。 虚故如来大词, 以此贫贫富足, 又此无上宝经, 至此即深究离心意义士, 无法三智性恶物, 得自觉圣智。 然, 如来, 未恐众生不了, 以为, 但虚理上心形, 即可证得圣智, 不知一切圣智根本。 再互同体大悲之不害, 已生了一切, 众生本同一佛性, 同一如来藏, 妙真如性。 事故不害, 不食其肉, 且互了此, 如来藏性, 随至本境, 然也随然静远, 照善恶事, 得苦乐果, 至令本境之性随去轮转, 往受苦乐。 也就是, 我们轮回, 是轮回得很阴望。 至故如来最后, 表示修行者不失忠, 所得之种种善果报。 其生意在此, 被令不落断肠恶见, 也就是, 大修行敌人, 不媚因果, 其修佛圣真实行者, 以此三智一焉。 仍且阿巴多罗宝经义冠中, 在第六套。 我们讲完, 几句话交代。 我们从去年的2012的7月1号, 开课吧, 应该是吧。 7月15吧。 好, 我们7月15开课, 那我们到今天是7月21, 7月21, 简单讲就是整整一年的时间, 整整一年的时间。 注意哦, 你不要小看这个每个礼拜上两堂课。 你知道每个礼拜上两堂课, 大概要上多少时间吗? 我现在告诉你, 举个例子。 例如我到新加坡去演讲。 新加坡去演讲, 讲两天, 一天只讲两个小时, 或者两个半小时。 你可知道, 要去新加坡演讲, 要打多少电话你知道吗? 电话去, 电话来, 电话去, 电话来, 电话去, 电话来。 联络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到新加坡去演讲的时候, 只能讲, 一天两个小时, 三天加起来六个小时。 一天如果两个半小时, 三天加起来七个半小时。 你可知道, 我们星期六, 星期天加起来, 两天将近讲了七小时到八个小时。 换句话说, 到国外去演讲,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他就一直联络, 一直联络, 一直联络, 联络了半年, 也只能讲几个小时, 就讲完了。 不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讲堂, 随时, 我们这个录音设备是那么的好。 我们这个录音设备是那么的好, 影像是这么的清晰。 对不对? 影像是这么清晰。 所以, 我们这样讲两天, 等于我们要联络国外, 联络半年, 才去讲这样的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在讲堂是非常幸福的。 好, 这是第一点。 那么我们把能言经, 跟能界经, 加起来讲完, 是因为师父发现, 木法使起这个大圣的佛教, 修行非常的混乱。 一切众生想修行, 找不到次第, 找不到入门。 那找不到次第, 找不到入门, 他最可怕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盲修, 瞎恋。 盲修, 瞎恋, 到处掺, 找不到一本, 赤地, 或者究竟的。 能言经, 能言家能浅, 修行他不后悔。 这位八大宗派, 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范畴。 把能言经, 跟能界经, 彻底的弄通。 你等于, 看了小部的大章经, 纲领, 提纲窃领, 都抓到了重点。 都抓到了重点。 但是因为, 这两本经典, 能言, 跟能界经, 自不以来, 都公认为, 太深, 太难, 太坚涉。 几乎, 没有办法去理解。 对这之为, 要把这两本经典, 能言, 能界经, 说有法师, 如果说, 我要发言, 要讲这两本经, 而且彻底的贯通。 第一, 它必须通达身脏。 二, 它一定要无名心性。 如果不通达身脏, 或者无名心性, 它没有办法。 这种东西, 不是以言文字的东西。 这个是失利的, 完全是尽性的东西。 那么, 现在啊, 师父啊, 为了要报如来的恩, 佛陀的恩, 哎呀, 我这辈子, 我也很幸运。 虽然呢, 我的生命当中呢, 小时候, 经过了很多的创伤跟波折。 我常记得一句话, 穷苦的孩子, 找当家。 听过这句话吗? 这就是, 有时候, 我们很小的时候, 没有吃过苦, 到底好, 还是不好。 我认为, 小时候, 没有吃过苦的孩子, 我认为不好。 不好, 因为他不能成长自己, 不能自己激励自己, 也自己, 思想上也不够成长, 更成熟。 所以, 穷苦的孩子, 找当家。 这一点, 就必须要感谢我爸爸。 真的让我吃尽苦头。 感谢爸爸, 感谢爸爸, 又远离, 又放弃我们。 不是不气不理哦, 也感谢妈妈, 这样不气不理。 不气不理。 所以, 在这段生命的过程当中, 似乎几次面临死亡, 都没有走。 好几次好几次面临死亡, 都没有走。 大概, 就是佛菩萨留下来, 要完成能源经, 能切经。 能源经, 是破魔的大法。 能切经, 是自言自顿的大法。 就是全佛, 第一地临门的一角。 第一地, 整部能切经讲什么? 就是第一地。 所以, 能切经从一开始, 到最后, 都没有简单的。 所以我讲到一半的时候, 就说, 我已经把最难的讲完的, 后面剩下的都不简单。 就是整本能切经都很难的意思。 讲了这本能切经以后, 有点后悔。 哇, 怎么这么的难表达呢? 如果我来讲, 我看得懂, 其实不需要讲。 为什么? 我享受这份大极灭, 尼盆的妙性, 是在这面宫, 要把它讲, 哦, 这个不可说, 硬要说。 这个真的很难。 但是, 终于啊, 讲完了。 那么这个讲完了。 这个也是我们佛教的幸运, 算是大时代的一个著作。 这本今天从佛入念盘以来, 2500多年, 没有人讲完了。 那也算是我们, 给化时代的一个创众, 一个奇迹, Miracle, 也是我们佛教的大性。 接下来的责任呢, 就要交给赵老师和麦老师。 这是他们的责任。 文字党方面, 还有在这里, 非常的感谢几位师兄, 师姐, 帮忙啊, 整理我们的人气, 在这里无比的感恩的心。 那么接下来, 你说师父啊, 接下来你的后半辈子, 人生有什么计划跟安排吗? 现在没有办法承诺。 在无尽的延期的法界里面, 其实菩萨道是没有假期的, no summer vacation, and no holiday, 没有任何的暑假, 也没有所谓的假期, 所谓的罗马假期, 没有的啊。 但是, 应当让师父休息一下, 我一直觉得很累。 我讲任言经, 讲到耳朵中风, 休息了两年至三年。 可是佛菩萨, 真的太感应了, 因为耳朵空是没有一个人好的, 结果师父好了九成多, 九成多, 真的, 啊, 九成多, 剩下一点点, 虽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已经很满意了, 这是佛菩萨的交辈。 当我讲这部《仁切经》的时候, 我深深感受到佛菩萨, 十方诸佛的加倍。 为什么? 当我看到这个诸解的时候, 有时候, 奇怪, 这段怎么讲得这么坚涩。 我再冷静一下, 看一遍, 再看两遍, 有时候恍然大悟。 哦, 我在演讲的时候, 应该告诉徒弟, 这段的清水, 如何贯穿这段的意思。 所以, 在此啊, 你感恩了, 十方诸佛菩萨, 这样加倍, 能够把它贯通。 你不要小看这两本经, 能演跟能切经。 只要提早把它做出来, 那种旋转的力量, 就不得了。 因为这两本经典, 是整个大圣佛教的核心。 诸位, 你沿着此岸走, 一定达不到彼岸。 再说, 你在边缘, 攀岩, 你一定找不到佛教的核心。 找不到佛教的核心, 整个佛教, 就会变成失落的地平线。 为什么你找不到核心? 现在, 你放眼看出去, 哪里不是搞像的东西。 我们不能批评人家。 你应该说, 它是叫做善角方便。 什么都叫, 通路是善角方便, 像的东西。 吃善善角方便, 放生善角方便, 法会善角方便。 那我请问你, 什么叫做究竟意? 是吃吃咒, 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还是念念佛, 就可以解决问题。 佛教的这个核心价值, 有谁, 你把它剖析, 把它彻底的, 淋漓尽致的发挥。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 所有的法师的责任。 那么, 师父也尽一点心力。 整个佛教是一体的, 我们感谢众多的高僧大德, 这些诸三长老。 那师父扮演一个小螺丝钉, 也尽一点心力。 你与师父有缘, 所以你能坐在台下。 那, 接下来, 师父, 要承诺你什么? 我不敢这样讲。 所以, 今天以后, 我们就暂时小别。 暂时离开一阵子, 因为你如果不来讲堂, 我也不去你家, 我们什么时候见, 不可能再见面, 除非你法会再来, 对不对? 但是, 没关系。 师父呢, 暂时休息, 即使我们是不会退休的。 给我休息一阵子, 我欠人家的, 先还一下, 像新加坡的, 或者香港的。 再来, 我不敢承诺大家说, 未来怎么样。 那, 或许说, 明年啊, 接下安基的时候啊, 是不是要为法师, 因为接下安基吗? 是不是要开始一下, 开始一个论严经。 论严经。 那本来, 要讲这个弥陀经, 弥陀书操演绎的, 接下来是那一本的。 但是, 一直等, 一直等法师赶快讲完, 一直还没讲完。 总不能一个一个讲堂, 讲两部弥陀经啊, 我一直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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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他整四个人, 到现在他还在讲。 那时候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总不能一个讲堂, 他讲弥陀经, 我也讲弥陀经, 这样会强奔会车祸的。 所以, 如果他讲弥陀经, 那干脆我想先讲华严经。 那我就先讲华严经。 但是呢, 我们呢, 一定要, 那时候休息一阵子, 以后再说了。 如果讲六十岁的今天的我, 算老也不算很老, 算年轻也不算很年轻, 也有一点年岁了。 所以, 如果以佛徒的年龄, 八十岁来讲, 我还是有一点点生命的时间了。 所以暂时休息。 但是呢, 这个讲经, 后半辈子叫做随眼, 随时可以停, 随时可以休息, 随时可以讲。 再来, 安乐妙宝, 跟大家观点。 然后呢, 我们讲讲一些其他的经典, 看情形。 最后一个结语。 如果你把任言经, 任切经, 还有师父所讲过的, 有一个局势, 这样测试过。 所以如果把师父这辈子, 讲的这个光盘, 台语国语的, 每天看一个小时, 每天看一个小时, 五年看不完, 五年看不完。 那先到公家过, 就要讲话。 那一天看两个小时, 在家即使一天看两个小时, 看五年, 还不一定看得完, 还看得懂。 所以, 我们讲的法, 已经够多了, 够多了。 如果你要了生死, 如果你要开智慧, 这两本经典, 足足有余, 绰绰有余, 要成就无上的佛当, 要往生极乐世界, 里面都讲的够清楚了。 够清楚了, 足足有余, 那么后面面子, 我们就随眼讲。 接下来, 最后一句, 副主的, 无论出家, 在家都要报佛的恩。 要报佛的恩。 那么, 报佛的恩, 大家就要尽心, 要尽力。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有时间的出时间, 有空间的出空间。 务必要把佛头的正法传出去。 这样子, 你想想看哦。 有的人, 坐在底下, 说, 哦,师父, 我做的腰酸背痛。 我说, 我讲经书法的, 这个腰啊, 从两点做到六点啊, 我都不坑一声啊。 对不对? 啊, 我们的赵老师, 跟人家讲电话, 讲一个小时, 的时候, 第二天, 第二天就烧声了。 烧香。 讲电话, 跟人家讲一个小时, 第二天就没有声音。 而师父, 是从两点, 讲到六点。 这个嗓子, 从来不争不减。 没有没有。 对不对? 这样有得大声吗? 哦, 有得大声。 所以上昌寺给我一个不错的身体, 冒相, 最重要的是个不错的音声。 那么简单讲, 师父这辈子, 就是来简单, 简单讲就是有任务再来的。 我的任务, 就是把大圣之教讲到邻里尽致。 邻里尽致。 我们不敢说, 其他的法师不行, 不能这样讲。 但是目前来讲, 目前来讲, 师父只有, 只有师父一个人, 把他完成。 在台湾, 有几个法师, 楞严经都是用台语的。 像新田法师, 他讲那个台语, 楞严经, 儒本法师, 还有静定法师, 还有静心法师。 我看, 他们都讲台语的。 唯一的, 那台语是地方语言, 就闽南这一带可以行。 那师父把能源经用国语的, 那国语就是全世界的华人都听得懂。 对不对? 能源经, 全世界, 我用华语讲, 全世界的华人都听得懂。 这个都要感谢, 我妈妈给我读到大学研究所, 有时候要跟书妈要鼓励一下。 真的。 好了, 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下个礼拜, 开始休息。 你不能再坐在楼下, 哭哭等了。 那是没有了, 到我们的福布一年改进了。 没有了。 没有了。 以后要奖金说法, 麻烦你们留下住址跟电话。 如果你们说, 哎呀, 师父, 你101, 师父奖金, 一定要通知我。 那么, 因为我们有个人的隐私啊, 我就不需要分, 你先别人摘, 我不让大家知道, 你不留下电话住址, 那我们没有办法。 那你说, 101说, 写一张单子, 电话, 住址, 我们会寄通知给你, 或者打电话, 告诉你, 师父什么时候有开课了。 所以偶尔麻烦你回一下娘家,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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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看一下, 啊, 人家知道说, 人家有没有开课啊, 对不对? 好, 最后啊, 就预祝大家, 得成无上的正整正洁大菩提, 回向, 愿意持功德, 愿意持功德。 小哉在座诸位法师, 小哉在座诸位护法, 即使大德, 回向, 本讲堂, 小哉点灯及亡灵, 排位拔渡者, 回向, 南投, 养得参世, 纳古他一切亡灵, 回向, 花年佛心事, 纳古他一切亡灵, 上报, 世从恩, 夏季三土古, 若有见魂者, 细发菩提心, 尽持一宝生, 同生极乐果, 延生西方净独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悟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晚上要诵经嘛, 诸位动作要快, 剩下一个小时, 大家动作要快。 还有我们新出版的, 圣菩提恩这篇你一定要看, 这篇闽南佛心的拜访的, 特别的重要, 一定要看。 好, 下课。